哇 你看這一身穿搭 就是個女神的氣勢 好 寶儀呢 是首度主持電視金鐘獎 因為今年被台劇大爆發給吸引了 她覺得如果不接下 這一次的主持工作就太可惜了 寶儀也說呢 身為主持人就是要服務大家 把光環留給所有的入圍者 更早了早就開始研讀入圍作品的資料 除此之外呢 寶儀還為今年的典禮的開場 準備了一段特別的表演 而且昨天被逼問 她也都不鬆口 我們待會試試看會不會鬆口好了 到底她會帶來什麼的表演呢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就是我覺得 我之所以這麼隆重的 準備今天的服裝 我就想告訴大家 金鐘獎真的很重要 它是台灣戲劇界的最高殿堂 所以我一定要用最高規格 來面對今天的紅毯 既然是最高規格 那又是這個最高規格典禮的主持人 真的責任很重大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這過程當中什麼是最困難的挑戰 最困難的挑戰 應該就是要被那個 入圍男配角的人訪問吧 誰 是誰 沒關係 寶儀姐 你跟我聊就好 你可以不用管他 好啦 我插播一下為什麼 因為剛才在準備的時候 看到這身穿搭 我就說 寶儀姐妳好喜氣喔 什麼好 她就差點沒說像鳳凰什麼之類的 是種吉祥感不是嗎 好啦 我閉嘴妳來介紹 我可以理解 因為她今年有入圍 是是是 然後她真的 你知道其實她在很多戲劇裡面都有出現 是 《屬女養成績2》 對 然後《四樓的天堂》 真的 多的不能再多了 簡直就是公務員 真的假的 如果我是主持人 我真的都很想給妳掌聲鼓勵一下 比我還要認真 謝謝…這個算是寶儀給我的加持了 那寶儀姐妳問了這麼多 就是有關於佳慧的問題 妳自己看了這些作品之後 有沒有哪一作品 最有共鳴最喜歡的 然後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呢 其實都很深刻耶 因為今年的台劇真的是百花齊放 是 所以我好像一個電視機一樣 而且是都不斷轉換頻道的電視機 就是我看到這個 我突然就變成索妮養成績 然後好開心喔 然後看到逆局的時候 就覺得好沉重喔 為什麼台灣會發生這個連環是二人命案 對 然後看到查經的時候 看到斯卡羅的時候 又覺得台灣有這麼深厚的歷史 很令人開心 法單初上當然就是要漂亮啦 功課做得很足喔 所以今晚典禮就靠妳了囉 是的 寶儀姐我們一起加油 請進 來 裡面請 謝謝 謝謝兩位 祝福勝利喔 你好 台北 很高興買桌子 哦 不會 這不會很膩 不要長耳化 這是我點的 這是我點的耶 你看這邊看到了什麼 唉 終於我 這一個大樓的角色 對我而言 我好像不開心 不開心 大家的那個喇叭 玩那個飛機的 噢噢噢噢噢 大哥最怕的 這是什麼 欸他 他有憤怒組在裡面 We are Perse-Ex-Breathing Breathing B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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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erse-Ex-Breathing 我一直忍你不再爱爱